我们看的电视剧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情节,我们都会觉得有些事不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,但是其实生活往往比电视剧精彩多了, 图中的这位夫妻就是在结婚了十年之后妻子,都不知道丈夫的真正身份是什么,他们夫妻俩是在十年前认识的,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,结婚后的生活也十分的恩爱,不久之后就迎来了他们的两个孩子,妻子叫做米霍蒂娜,是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,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丈夫,竟然是一名穷雄恶级的杀人犯, 这和那个平时对自己关怀卑质,对孩子照顾有加的人完全联系不起来,她的丈夫叫做扎莫斯基斯,她是一名在欧洲通缉榜上十年前未落榜的罪犯之一,据说她在十六年前的时候犯下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件事,当时她抢劫了当地的一家便利店, 在五年后的一个夜晚,又枪杀了自己的一个朋友,没多久之后她和一名妓女交往了,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她还谋杀了一名当地的巡逻警察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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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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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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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